快看,不要怀疑,这是用AI生成的漫画 嘿,我是忍者妈妈,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看在Skyreels里面如何训练自己的角色 Skyreels是一个可以用来创作漫画的AI工具 而且它有提供后续的商业模式 我们在之前的影片有介绍过 它的界面使用方式及各项功能 也有讲过它的创作者基金 还有带着大家一起看它的官方教学 不知道的同学可以点选之前的影片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方便大家学习 Skyreels之前的名称叫做Comic AI 最近才改名为Skyreels 它也有推出APP可以下载 但是APP主要是用来看漫画的 用AI创作漫画的部分 主要还是要透过网页进入使用 首先,我们来到Skyreels的官网 用Google账号登入 点选角色资料库 左边这个是全部的角色资料 右边是透过描述直接生成的角色 在之前的影片有讲过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中间这个,角色训练 我们可以上传图片来训练自己的角色 跟Artflow一样可以训练自己的演员 但Artflow是训练你真人 这边是训练漫画人物 还不知道Artflow的同学可以看我之前的教学影片 我会把教学影片的连结放在资讯栏 它的Slogan很有趣 叫做AI创作你来导演 它也是一个蛮有潜力的AI工具 好,那这边要怎么训练自己的角色呢? 第一个,角色训练需要上传10到30张图片 至少要10张 图片大小要大于768px 图片人物必须一致 需要多种脸部角度,近照,远照 包含全身,半身,侧身等等 背景要干净才不会有不必要的杂训 这样就可以训练自己的角色模型哦 那图片怎么来呢? 我们会出另外一集专门讲这个部分 图片准备好之后 给自己的角色取一个名称 上传10到30张的图片 按下开始训练 大约15到30分钟 训练完成会出现这个画面 那要怎么使用自己训练的角色呢? 使用自己训练的角色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跟文字生成的角色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这边回到首页 再开另外一个故事专案 选择风格模型填入故事内容 它就会自动生成角色及分镜 在元素设计这一页 从这边点进去 选择training 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训练好的角色 然后勾选按确认 就会加进我们这个故事专案的角色咯 按下一步来到编辑页面 它一样会自动生成五个分镜 我们再点入每个分镜 把原本的角色取消勾选 再选择我们的角色 如果原本的角色没有取消勾选 就无法选择我们的角色 为什么呢? 一个分镜最多两个人 但是我们没有超过两个人啊 因为我们自己训练的角色只能个别使用 无法跟文字生成的角色并用 然后把每个分镜替换成自己训练的角色 重新生成分镜就可以咯 那使用自己训练的角色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第一 为什么我生成的图片解析度很低呢? 如果你上传的图片解析度不足768px 角色还是可以训练 但是之后用那个角色生成的图 解析度都会不够 所以图片的尺寸 最短的那一边至少要有768px 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 这张图片上面为什么被切掉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因为我在前面放进去训练的图片 就有这一种的 训练出来的模型 就会有生成这种图片的几率 所以我们放进去训练的图片 人物必须是完整的 不要有这种切掉的 为什么我生成的分镜都是半身照居多呢? 如果资料不够丰富 之后生成的分镜图比较容易被局限 像我这个案例 我的图片大部分都是半身照 就算在提示词加入Full Body 或是描述到角色的鞋子 生成的分镜大多还是只有半身 偶尔才出现一次全身的分镜 表情也是一样 跟文字生成的角色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个人目前测试完的结果是 自己训练的角色在生成分镜时 变异性会比较大 用文字生成的角色 变异性没有那么大 以这个例子来讲 这个主角是他一开始自动生成的 生成之后叙述栏只有名字 自动生成的分镜风格就很一致 脸部长相也都一致 唯一只有衣服 仔细看才会发现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是橘色 有时候是紫色 但配色是一致的 都是橘色跟紫色 如果把这些特征明确的加入角色叙述 应该是可以控制住 如果不太会写角色叙述怎么办呢? 可以上传到有这个功能的AI工具 除了付费版的Channel GPT跟Meet Journey 有这个功能之外 免费版的工具可以使用之前教过的 Styler.ai或是TensorArt 再来我们来讲图片参考模式 这个部分在第一集的教学有简单带过 今天来做实测 例如我喜欢这张构图 但前面训练角色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解析度的问题 生成的这张分镜就有点马赛克的效果 后面图片转高清之后 再训练第二次模型 想用新的角色生成这个构图 这时候就可以依照之前的方式 先下载这张图片转成PNG档 再用图片参考模式 选择模式 调整权重 你会看到生成的效果 都不是我们想要的一致性 为什么呢 因为使用图片参考模式时 不能选择角色资料库里的角色 只能把人物叙述加入提示词 但是我们用图片训练出来的角色 并没有人物迅速 就算有同样的叙述 在这边跟在其他AI工具 生成的图像是不会一致的 每家演算法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来试试看 他用文字自动生成的那个角色 哦哦很抱歉 他的叙述只有名字 我们把名字填入提示词里面 结果还是没有任何影响力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如果你要直接使用 他一开始自动生成的角色 要先到角色这边检查 他的叙述是否完整 不够完整的话 一定要自己补上叙述 重新生成角色 这样以后要运用这些功能时 在这边才有同样的叙述 可以生成一致的角色 同样的叙述在同一个工具 生成角色一致的几率就大很多 当然我们期待官方将来 让我们在使用这个功能时 可以直接选择角色就好 他现在有这样的规定 应该是有些技术还没有突破 那如果是自己训练的角色呢 在角色叙述栏这边 没有地方可以填入 所以现在使用这个功能 只能输入名字 得不到我们要的效果 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 用一个特殊的名字 不会跟别人撞名的 看看AI是否能因此辨识 所以依照目前测试结果来看 建议直接用文字生成角色就好 那官方为何还要提供 我们自己训练角色的功能呢 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 什么情况下 一定要用自己训练的角色呢 第一 当然就是用文字叙述 一直生不出你理想的角色 而你在其他AI工具可以生成 甚至是直接用手绘稿去训练角色 但这个我还没有试过 效果还不知道怎么样 之后再来测试看看 第二 你的角色很特殊 尤其是非人类的角色 如果你的角色都是正常的人类 用文字叙述直接生成 效果就很好了 什么情况下 那一定要用自己训练的角色呢 如果你还有想到其他的理由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哦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 吃饭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